9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两项措施 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应对香港整体经济下行的风险 达到撑企业、保救业、庶民困的目标 两项措施分别是 第一,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将推出九成信贷担保产品 企业可申请最多600万港元贷款 最长分五年归还 并豁免最低一年经营经验的限制 不用提交审计财务表 第二,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容许中小企业申请者在未来六个月先还息 暂时不用还本 在还完本金之后也可再申请一次 此项措施及时生效 有效期为一年 陈茂波相信 有关措施能够支持协助中小企业 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需要 除了协助中小企资金周转之外 我们也会优化各项针对中小企的政府资助计划 陈茂波又指 近期香港的暴力冲击和堵塞道路及机场等事件 破坏香港国际形象 一些海外旅客取消来港计划 影响香港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他希望社会停止冲击行为 止暴治乱 让香港恢复秩序 重建国际社会对香港社会的信心 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数字 都不是太乐观的 不过在这个阶段 我们也都不去猜测 为什么说不是太乐观呢 因为七八月份 我们自己本身 社会发生一些暴力冲击 也都看得到 访港旅客跌了45% 零售餐饮都跌了很多 餐饮业可以说 那个跌幅是2009年以来最低 因此挑战是很大的 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秋腾华表示 政府已经和300多个中小企业代表开会 中小企业对于全球外围环境 香港经济下行风险 及近日社会事件感到担忧 希望可以得到 及时和到位的资助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